旧金山市政府与发展商于14年前签订了华步的圣马力广场扩展项目协议 最近有非牟利团体发现发展商有违约的嫌疑 呼吁社区给予重视 确保扩展项目得到落实 第三区市参事候选人佩思金和华协中心的退休行政主任翁锡智 6月22号向媒体介绍说 发展商在广场旁边正在兴建的一座四层高写字楼 根据协议写字楼的屋顶开辟成广场的延伸部分 增加市民的活动空间 但去年9月有非牟利的团体发现大楼设计计划 用围栏隔开圣马力广场和屋顶的花园涉嫌违约 佩思金和翁锡智呼吁市民6月24号星期三 参加在邓岳威康乐中心举行的社区会议 了解情况给予发展商压力 保障扩展项目的落实 星岛记者张正 徐明月 旧金山报道